經營超過一甲子的救國團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被判定為不當黨產 救國團決定月底結束營業 在今天舉行閉館席燈儀式 而地方人士是希望神官單位 可以想出經營的方向 才不會衝擊到金山的觀光經濟 降下旗子正式宣布結束營業 令人依依不捨 救國團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曾經是許多人青春時期 進行團康活動的共同回憶 從民國49年營運至今超過60年 因為黨產會認定 救國團是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凍結資產 今年1月法院駁回救國團申請停止執行 全案確定 過去60年有非常匯防的歷史 我們要把它結束營業 事實上我們是很無奈跟不省 希望也呼籲政府 呼籲這個社會各界 能夠對青年活動中心何去何從給予重視 救國團無奈表示 全案定驗後 中心的土地為新北市政府所有 建物則移轉給國產署 考量難以負擔雙重租金 決定結束營業 讓當地民眾及遊客食悶不捨 因為疫情有沒有 本來就要在這裡辦活動 結果沒得辦 今年終於在這裡辦了 剛好就在關之前辦 太棒了 開放比較重要 發動開放不太重要 不然你這個地坑那裡會不會 在土地裡面呢 他有市府的財產 他也有中央的財產 那這樣的一塊地 他的產權這麼的複雜 對於我們新北市市民來講呢 這塊土地呢 未來的開發其實是受阻礙的 地方人士認為 中心未來如果閒置荒廢 不僅新北市政府少說稅金 也連帶衝擊金山的觀光 希望相關單位能想出經營方向 以免衝擊地方民生經濟 記者 陳嘉欣 藏子嘉 SNG小組 新北市報導